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个 我们可能很多北美的华人都知道的一个网红啊 就是三金同学 我觉得今天咱们俩这个不是节目啊 就是病友跟病友之间来探讨一下病情 你听我的嗓子也是一直啊 就是感觉被这个痰包裹着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三金同学 最近你的情况怎么样有康复吗 我最近是好非常多了 现在来说就是偶尔会有一些痰 然后早晨起来嗓子比较哑 然后你多说几句话 你的嗓音就会恢复好很多 对 但还是跟原来不太一样 我想请问您一下 您是怎么最早发现自己得了新冠的 是刚开始有什么样的特征 然后你去检查了这个新冠 其实最开始在七月初 七月一号是我生日 然后我就去那个拉斯维加斯 待了不到一个礼拜 待到三四天的过程中 我的摄影师出现了一些症状 那些症状其实我没有在意 他就是上呼吸道特别痒 然后发烧 然后咳嗽有痰 然后当时在那里测了 用那个自测盒买了一个自测盒 然后测完之后呢 他确实是痒 然后我们就放心了很多 然后回来之后他要上班嘛 他也是有自己本职工作 所以他上班之前要求测一次公司 结果一测 痒了 然后我就想 那我肯定十有八九肯定是痒 我要不痒 这个病毒都没有尊严了 真的 所以说我当时也去测 但是我测第一天是阴性 而且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症状 没有症状 就是我就感觉我应该是无症状患者嘛 我觉得还挺好的 说明我这个身体比较好 免疫力比较强 但是我看你去检测的时候 中间有个问题 就是怎么测都反反复复 不是这个阴性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对 当时因为我第一次测试阴嘛 我觉得可能的 然后我就又测了一次 但是第二次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有症状了 不是那种难受症状 但是开始就没有发烧哈 但是你会感觉嗓子哑 然后开始有一点痰了 所以我就第二次又去测了一次 然后还是阴 那还是阴 我当时就觉得那应该就没啥 但是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 哇 就开始发烧了 然后就开始症状加剧了 所以说第三天的时候 我其实已经是比较难受的时候了 第三天测的时候 就又测了那传统PCR 然后又让他又给我用了一个 那个就是快筛 那个快筛的话 可以20分钟出结果嘛 然后20分钟出结果 那个还是阴 但是转到第四天 结果发现我痒了 然后第四天的话 也是开始特别厉害 因为其实我也是在 刚刚染了这个新冠 而且刚刚转阴性上班的第三天 那我就咳血这个事情 其实我也是咳血了 咳血就是毛细血管 就是咳得太凶就破裂了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三斤 您当时去急诊的时候 等待了多久 如果是就算等到医生那时间 差不多是五个小时左右 等那么久 您是第一次在美国看急诊吗 我是第一次 您能够我们详细讲一下 去急诊的这个过程吗 比如说进去先做了哪些检查 到后续您做了哪些检查 我进去之后就是先排队 排队完之后 我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然后是有个护士 把你叫过去 然后给你测一下什么血压呀 询问你一大堆就是那些 你的症状啊什么的 然后问完之后 就让你去到另一个等候室吧 那个等候室人很多 到等候室里等着 然后又等了一两个小时呢 他给你了 他会给你一个手环 那个手环当时我当时我就感觉不好 因为在国内每一给手环就是要住院了 我就感觉差不多可能要住院了 然后给完手环之后 他说还是得接着等 那个时候我等不下去了 因为我特别难受 而且我其实是特别不想住院 因为我是一个 我刚毕业没几年 然后保险我也觉得我自己身体状况不错 我那个保险其实你别说看急诊了 你看很多其他的他都不cover 就很多我都要自费的 所以当时我也有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我就也不太想等 我就去前台问那个护士 我说我能不能就要那个特效药 但是那个护士说不行 就是必须要等 然后终于轮到我了 轮到我 然后那个护士就来 带我进去嘛 带我进去直接给我指一个屋子 他说你 把你躺病床上 然后你把病号服换上 我说完了 我在国内住过院 因为国内的话 一给手环 再换上病号服 病号服 那真的就是住院了 当时我还问那护士 我说我得待多长时间 那护士说我不知道 你得等医生 我说那行吧 然后我就又在床上躺了一个小时吧 然后医生来了 然后给我检测 也是就是在这过程中啊 躺的过程中 他给我检测什么血氧啊 血压啊 包括什么咽尿啊 然后之后给我开了 什么还会光片啊 大概就是常规检查的这些吧 我们当时能看到您的症状 一个是非常难受 还有一个就是凭 我在美国看病的这个经验 能把您收到那个就是 比如说观察室来说 基本住院的几率就非常大了 而且我们能看到 您当时呼吸 确实是有一点点困难啊 但是我想问一下 您是怎么知道 能开这个新冠特效药的